第46章 前世虚名 顾烈轻轻抖了一下纸条 像是嫌弃式的点评 不学无术 还乱用诗 这首 行刑重行刑 是妇人思念远行丈夫的离仇别恨 先不说用在君臣之间不合适 就拿谁远行来说 也该是安坐大营的顾烈 写给出征在外的嫡妻也 江阳尴尬地清嗓 打断了主公 自己把自己绕进去的思绪 拱手谢罪道 这 大约是嫡小哥被江通给狂了 江通打小就爱用古诗十九首聊播姑娘 被祖老罚跪了多少回祠堂 看来还是没改 末将身为堂兄 有诗教之过 替江通请罪 这一文挺有趣 顾烈轻笑 表示理解 想必是无心之过 都说人不风流往少年 也不必苛责他 江阳险些顺口就接一句 那怎么也默现您风流啊 咱们都盼着您风流一次呢 但江阳毕竟稳重 还是忍住了 司级足中议论 顺势试探 原本军中就主公和将军还未成家 眨眼间陛下也有了子嗣 狄小哥倒还是孤身一人 也没个长辈为他张罗 顾烈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 毕竟前世狄七也就无妻无子 他除了打仗 什么都懒得做 还背了个风流名声 越到后期越被嫁得高 对他有心思的也被各种因素弄得泄了心思 现在顾烈明白 狄七也前世根本就不愿意与人扯上关系 这固然有狄七也在意识遭受背叛的缘故 但狄七也骄傲过节的本性 格格不入的意识观念也是重要原因 这就让顾烈完全揭开了狄七也前世 那谜一般的风流名声 狄七也前世的风流传闻 除去完全寻步着根据的捕风捉影 众人传得有板有眼的有三件事 一是刚投储君就索要避命 二是收天香楼的昌夏化现即位侯府侍女 三是已有龙阳之后 第一件事 顾烈此生已知是敖歌作梗 从开始就将它抹去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前世顾烈刚登基的时候 那时天下出定 因为暴烟乱世和连年征战 百叶凋敝带心 如倒是三教都瞄着空玄的国师位置 而顾烈本心希望百家争名 并不打算立特定国学 他对文人士族势力并无太多好感 其中最大的谢家是四大名阀残族 顾烈不想让谢家死灰复燃 佛学是被打压的 当年暴烟先帝深信佛学 迫使楚雇流离四方 调中周顾田楚 就是某位高僧给燕朝先帝出的主意 意图断楚顾命数 顾烈没有大心报复 已是明君 怎么可能去礼佛 而到家 因为严法谷的缘故 顾烈虽也不重用 但并未如佛学一般打压 前世争霸的最后关头 储君攻打雷州 严法谷一心找王家报爱女之仇 将王家嫡系杀了个满堂红 积压多年的恨意 一招得雪 一时竟有些四颠四狂 输于防备 死于燕兵之手 顾烈甚是自责 为纪念燕法谷修了道观 但这就被有心人 视作帝王向道家示好的信号 道家向来爱入世 就有道士来当这个出头鸟 想搏个颇天富贵 那日迪奇也上街闲逛 正巧撞上一个道士 正气凛然地 在天香楼门口喊打喊杀 天香楼是京城第一花楼 掌柜的是个厉害人物 历经战乱更潮 整个京城都改换了多少次面貌 天香楼硬是屹立不倒 那道士对着天香楼门口的 懒客姑娘推推打打 骂他们不知廉耻 把皮下化鲜肉生意 从燕巢做到储巢 坏人命数 坏大储命数 他满口命数 大义 又敢在天香楼门口撒泼 天香阁守卫一时 不知这倒是什么来路 不敢轻举妄动 花街上来来往往的男人们 和楼上吃喝玩乐的 玩库们都把这骚乱 当做了乐子桥 那道士初衷 就是为了招惹众人注意 这下更是得意 手上嘴上根位放肆 打着大义的旗号 肆意欺辱这些弱女子 懒客姑娘都是淘汰下来的 昌下化献祭 不是年长色衰 就是患有影集 因为还有几分姿色 所以被管阁放在门口懒客 是个物尽其用的意思 再过一年半年 懒不到客人 就要被送到暗巷去 什么客人都得接 不出一年 大多数都摸了命 草息一果胡乱埋了 这些姑娘中 步伐曾经咽下化献名 远波的名下化献祭 如今一落千丈 平日受尽冷眼 心里又担惊受怕 现在当众受了这么大的侮辱 有一个想不开 竟是正开那道士 以头撞墙而死 那景象颇为惨烈 楼上还有顽固叫好 众女心有欺欺 哭作一团 道士洋洋得意 大喊 她已经受频道教会 生了觉悟 以死明智 你们还执迷不悟魔 这话就是逼他们去死了 可这么去死 平白给这道士当垫脚石 谁能甘心 那道士线他们不动 又开始 对他们推推嗓嗓 借机开油 忽然惨叫一声 被人踹出去老远 众人寻声一看 血 定国猴 那道士气得七窍生烟 爬起来要找罪魁算账 冲到眼前 才发觉 是定国猴敌其也 当场就软了脚往地上一跪 恭恭敬敬地 给狄奇也磕了头 自称是心系大蠢命数 来叫化这些不知廉耻的女人 你四肢健全 不见你更多撒亡 不见你战场杀敌 不见你硬士赶考 却献你对我大蠢女子 喊打喊杀 不知廉耻 你确实是不知廉耻 狄奇也配刀出鞘 手起刀落 竟是将道士斩首于闹事之中 一命长命 原本热闹喧哗的花街 鸦雀无声 周围众人皆跪拜余地 吓得不敢出气 狄奇也对着花街上 跪了一地的男子们冷笑 讥讽道 你们也算是男人 众人不敢言 狄奇也回首 对那些面无人色的 懒客姑娘说 你们若是愿意做粗活 可随我来定国侯府 说完 狄奇也没有多留 转身就走 那些懒客姑娘们 先是愣在当场 然后一个个站了起来 跟在狄奇也身后 战战兢兢往定国侯府走 狄奇也没有食言 将他们收尾侍女 向天香阁付了一笔赎身费 为这破事 文臣们上折子 骂了狄奇也整整一年 但顾列都莫发意 直接淹了 还将道家好好收拾了一番 顾列前世 就不觉得狄奇也此事做得不对 只是手段过机 后续处理 也有不妥当之处 但到底是那倒是心存不轨 挑事在先 有顾列在前面挡着 狄奇也压根就不搭理 此事相关的流言 在有心人推动下 流言越传越不堪 等传到顾列耳朵里 已经添油加醋 不知变动了多少 合住其他事迹一起 就是想管都来不及了 第三件事 这龙阳之好 说起来还和江家人有关 江家旁戏中 有个和江通同辈的公子 叫江年 他比江通小两岁 天资卓绝 也是江家广受看好的后辈之一 但他没有暗足中 设计的路线和江通一起参军 而是不声不响地 进了培训密探的暗院 争霸年间 江颜身为密探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顾列看在江阳和江家的面子 原本把他调到地方历练几年 再收回来任用要职 结果江阳私下找来 无奈叹气 请求顾列将江颜留在京中当个小官 这可就齐了 哪有让自家后辈就低不就高的道理 以江颜的能力 在京中当个小官就是浪费 而且升迁无望 等于一辈子就这么废了 江阳也是有苦难言 江颜为了拒绝婚约 对家中坦白 自己是个断秀 发誓此生绝不娶妻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 族中族老被江颜气得狂怒 一定要将他留在京中严加看顾 免得他出去丢人 江阳也对此无法理解 甚至是生气 但对这孩子敬毁的前程 还是抱有同情 然而 即使他贵位丞相 也无法对抗族老的决定 顾列 是头一回听闻这种事 想来想去 告诉江阳 你也别愁了 就说是我的旨意 先把江颜调到京卫营里 风言风语传得最快 末两天传到迪琪也的耳朵里 迪琪也还调侃顾列 说莫想到 陛下还挺开明 结果这话说了半个月不到 迪琪也为了躲着江颜 就赖在宫里不走了 江颜这个男子 能力强 相貌家 什么都好 就有一点不好 他眼光不好 他看上的人 都是万里挑一的美男子 但很邪门的是 对他墨意思的 品性也都是万里挑一的出众 大半都不介意和他交个普通朋友 但对他有意思的 都是万里挑一的渣 江颜追求迪琪也未果 也就放弃了 这段另类风流去世 还一时传为美谈 众人都夸定国侯长相俊美 惹得男子都行动 江阳亲自去给迪琪也道歉 迪琪也毫不介意 反而劝江阳看开一些 别逼着江阳 江阳回头 对顾列感叹 说迪小哥虽然被陛下纵容的过分任性 但心地还是好的 两年后 朝中局势已改 对打天下的众多功臣 顾列论功行赏 也早就警惕提防 功臣中看明白的 都已经接受现实 好好享受荣华富贵 不想其他 看不明白 或者贪心不足的 此时还是明争暗斗 续养豪强 想要争亦争亡绝 迪琪也和江阳 是坚定站在顾列这边的 因此饱受攻击 尤其是功臣中 唯一被封了猴的迪琪也 那时很多功臣私下称 迪琪也为公狗 骂他是顾列的忠犬 迪琪也不以为意 这时候 已是楚出三年 江阳出世了 他的恋人背弃了他 不仅羞辱他 还大张旗鼓地准备澄清 江阳拿出了当密探的 看家本领 把婚礼搅合得一塌糊涂 闹得他恋人一家 上下丢尽脸面 连夜搬出了京城 这是本事江阳私事 但婚礼双方都不是小户人家 虽然做不成亲家 但联手搓磨江阳是绰绰有余 江阳被蹭 从私得到公职都被指责 甚至诬陷说他在争霸年间 曾经因为爱上一族男子 而背叛大处 因为江阳被江家放弃 又有爱慕男子的名声 谁都不想沾上嫌疑 一时间是孤立无援 即使顾烈有心放江炎一马 莫人帮江炎变污 顾烈也没法强行放人 到最后 还是嫡妻也站了出来 他也不说江炎无辜 只是把蹭江炎的文臣们 骂得狗血淋头 说他们失味素餐 不关心秦州干旱 却关心小小官吏 晚上回家 睡得是男是女 站在朝堂上也是废物 不如回家种地 顾烈都不敢回想 那之后收了多少 餐嫡妻也的折子 但无论如何 江炎得救 狄奇也也就缠上了 断袖的名声 后来顾烈 调侃过狄奇也 问他 这么给江炎出头 定国侯难道真的有断袖之痞 狄奇也白眼一番 断袖怎么了 你也分过逃啊 顾烈被狄奇也一句话 堵得够呛 却又听狄奇也说 我对男女都不感兴趣 但就算 我喜欢男人又如何 我喜欢男人 我就不会打仗了 我夜里一个人 睡还是两个人睡 睡男还是睡女 这世上谁都管不着 狄奇也说完 还笑着摇头叹气 那意思像是 这么简单的道理 居然还要他说出来 顾烈都听愣了 但扪心自问 他竟觉得 狄奇也这番违背 常理人伦的话 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 前世狄奇也这个风流名声 可真是冤枉的不得了 不过 虽然这其中大部分 世人有心推动 但狄奇也自己对流言的故意放任 也功不可没 想到这里 顾烈胡乱给狄奇也找了个借口 随他吧 他眼光高着呢 一般女子 他也看不上 这世上 有哪家女子 能够真心理解 这个言行超长的意识之人 恐怕找不到 江阳猜想 主公这是 不愿抵小哥与家臣联姻的意思 心里松了口气 打算回去 就这么给祖老们交代 他转问起 主公这次 为何没给狄小哥配上副将监军 顾烈无奈到 他自己应付得来 北河又不在 其他人迟早被他气死 不如不派 这是顾烈的经验之谈 前世狄奇也是来 一个副将气跑一个 最后只有老诗人 驻北河肯 跟他一起出兵 而且 顾烈也是 有意让狄奇也 展现政务能力 所以 狄奇也一说不想要副将 顾烈就同意了 主公 您对狄小哥太纵容了 江阳操碎了心 想起传闻又觉得好笑 难怪他们 都猜狄小哥与小王子生母是姐弟 您是狄小哥亲姐夫 什么 他听到了什么 江阳重负了一遍 详细解释到 他们猜测狄小哥也是公子力后人 与小王子生母是亲姐弟 所以 您从一开始 就对他颇为纵容 因为狄小哥用兵如神 智技卓绝 而且相貌俊美 若是女子 与主公您甚是般配 顾烈气笑了 你们是不是一个个都嫌得慌